Lively urban habitat that is powered by renewable energy that uses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such as wind and water to sustain and feed and nourish the population and to make it a desirable and enjoyable way to live your life in the future 科技公司Oceanics跟丹麦的建筑事务所合作 七首联合国人居属要挑战联合国提出在2050年打造让百亿人居住的理想环境 准备在南韩釜山建造号称全世界第一个漂浮城市 建筑师在釜山港外打造不破休闲居住以及研究不同用途的漂浮平台 可以随着海水上升下降能低档风再来袭 业者号称不只是港口面积广大的湖泊或是河流 未来也能成为漂浮城市的建设地点 整个漂浮城包括能源还有粮食都是自给自足 也因此要搬到漂浮城上面居住 生活习惯还得做出调整 而且一个漂浮平台造价高达1.5到2亿美元 还需要政府法规在背后大力支持 但业者强调漂浮城市因为可以发展商业用途建设成为旅馆或是观光景点 还有不少潜在的经济价值 因此认为有望成为未来的建设趋势 但在漂浮城市如雨后春损陆续出现之前 还是得解决淹水带来的伤害 就有业者提出房屋改造方案 没有地下室单纯的独栋建筑就可以改变底层的结构 就能成为遇到大水来袭时自动漂浮的房屋 相对于直接打造漂浮城水路两庸的房屋成本其实并不高 屋主自己打造预估每平方英尺只需要10到15美元 如果请专业的建筑公司来帮忙顶多要价20到30美元 但专家强调这种改造方式对房屋的限制比较多 其实并不是长期性的解决方案 但新创公司试图打破以往跟大自然对抗的建筑模式 为人类居住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让未来城市也多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向 TV新闻综合报道